正在開工的各位 不知道你一個月找多少 一個星期又要做多少天呢? 在家剪片剪到傻仔的 我覺得很好奇 所以今天就來隨機訪問一下路人 給個參考自己 給個參考你們 什麼?你問我? 那作為一個9萬訂閱的Youtuber來說 其實就很難參考 那我3月就找了兩天多 4月是一元都找不到 工作量就... 其實都全年無休 是會突然之間有時會沒有工作 亦都會有時一條影片 突然之間要你通過兩萬頂 一定是會發生過你正在開工 但是我在玩的時候 但是更多發生的就是 你正在放假 但我一直在剪片 這個情況應該會發生比較多 這個就是一個9萬Youtuber的參考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問一些路人 3千 3千 來吧 4-5千左右 你們是做哪一項? 我做飲食 私服 要做多少天? 做多少天 我一個星期一至兩天左右 因為我都要上學 上學 來吧 4-5天不定 長得久不久? 1個半小時 等下,12點到11 11個小時 我...11個小時? 是啊 OK 因為我是到修飲的 我飲食 1-5分的勤力分會給我幾分自己? 3 都算厲害 3左右 都是3 你 你都是3 你過半小時 算是勤力的 一個半小時 是不是? OK 但你也要上夠多天的 超過20K 超過20K 你已經很偶像了 那你是做哪一項? Customer Service 上5天 上5天的 最後就是1-5分的勤力分會給自己多少分? 3-4 3-4 對,也應該挺辛苦的 勤力是... 哇 不是不是 被你點醒了 7000元 7000元 你呢? 沒上班 沒上班 我做Sales 還有很多人補習 即是兩樣加起來? 對 4天 Sales會就回4個小時 5個小時 然後補習就... 那半小時 應該是3天 但你們同事都在讀書 5分 最多的勤力分你會給自己多少勤力分? 即是在打工的方面 讀書那邊不用你了 3分 3分 好 多謝你們 發覺大家對於自己的勤力指數 大概徘徊在3左右 到了這個時候 我又要做一些 我很久沒做的 是我很想做的事 就是介紹一個 我覺得它給所有人都勤力的東西給大家 它就是... 小小蟻國 是全球第一款以螞蟻昆蟲 為主題的模擬策略手遊 這款遊戲的受歡迎程度在Google Play的Honorable Mentions 裡面得到了肯定 就知道用昆蟲來做主題 這個這麼夠僵的做法是Work的 遊戲裡面寫實的美術方格 展現了螞蟻的生存環境 遊戲設定也都嚴格地參考了真實的地底世界 逼真地還原了矮群的生態鏈 可以在遊戲裡面開放建造和運作 讓你深入地體驗螞蟻社會的奇妙世界 小小蟻國裡面分工明確 就好像人類社會一樣 工蟻是搬資源的菇你所有人都知道 原來還有一隻叫做設業蟻的植物加工達人 放秀蟻是專門看水的 近衛蟻和射手蟻都是打手 但是如果要講到他們的將軍就是那些特化蟻 他們可以說是蟻界的特種部隊 有超強的戰鬥技能和彈性應變能力 培養和強化他們就可以令到你的蟻國更加強大 例如這一隻負責帶近戰兵的夜行工背蟻 他跟我一樣都是一個夜貓 未到天黑都藥不到出來 對光線很敏感 全身就呈現黑蟻色 這個簡直就是他們作為夜行合的完美親戚 還有這一隻叫做黑色蟻蟻 他的肩膀叫做矮巢守護者 負責守護矮巢 保護矮後的安全 所以在遊戲裡面可以提升全體有軍的防禦力 很有安全感 比暖男還要暖 又或者是這一隻擅長狩獵野外生物的蟻蟻 牠的體型比較大和顯眼 你看牠龍蝦那麼大對鉗 在遊戲裡面用牠來帶兵就會加驚 不止螞蟻 你還可以用蠍子、螳螂 甚至蝸牛去引領你的螞蟻兵團 蝸牛 走得更慢那隻蟻 用不同的螞蟻自由配搭和他們組成軍隊之後 就可以利用他們來搶資源 又或者加入聯盟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互相幫助 一起打野怪 最重要是搭馬 還可以加快大家的進化和建築時間 心動啊 不知道你們覺得自己夠不夠買這麼勤力呢 快點去Description box裡面的link 下載一起來挑戰昆蟲世界 用這條標籤還可以有額外的100抽 我自己也要用 希望玩得多這隻遊戲的我可以不用那麼怕昆蟲 看完這裡的觀眾多謝你們 有空就去下載一下 我們繼續來看我們的街坊 我想說到目前為止 其實這個吃檸檬指數是甚高的 暫時你們見過大概有八成的受訪者 都是因為認得我才幫幫我 我猜不到出來做街坊 原來是這個人氣大考驗 18,000左右 18,000左右 你呢? 我應該一萬頭 一萬頭 Hard time Hard time Hard time 18,000 你做哪一項的? 沒有,補習 補習 你呢? 我做辦公室 文員 但你也是還讀書的? 我也是今年學生的 哦哦哦 7天 7天 不過自己編排 大概一小時多少小時? 2至3小時 就五、六小時 五、六小時 你呢? 一個星期翻幾天? 有時翻五天 有時就三天休息一下 很開心的 翻八個小時 十字 OK 那如果是一至五分的勤力分 你們會給自己多少勤力分? 你先 呃 五分 五分 Nice 很多人是五分 學生 學生來的 師傅一個星期翻兩、三天的話 五、六千 是翻什麼? 呃 廚房 一個星期翻兩、三天都有五、六千 是 那如果翻足是好玩的 即是你如果想翻足是有得翻足的 因為有時候有課上所以未必翻足 你覺得那個人工和辛苦 成不成成比? 呃 成的 成不成的 那你覺得以這個努力度來講 1至5分 你有多少分? 4分 4分 即是很辛苦 算是對街上有興趣的 哦 所以當是邊做邊學 即是喜歡煮東西吃? 是啊 兩萬多 電工 電工 一個星期要翻多少日工? 六日 六日 每天翻多少個裝? 九到五點 想問你覺得辛苦度和薪金是否成正比? 成的 都成的 那如果1至5分的勤力分 你會覺得自己有多少分勤力分? 嗯 3分 時間長都不算很辛苦 嗯 好的好的 謝謝 讀書這麼大有沒有打拍攤? 有 兩季都有 來著會翻 來著會翻 好 來著會翻 即是未翻 對 好 你的月收入是多少? 好幾乘二千兩 那你來著那一份嗎? 不知道 黑吾斯? 不知道都會翻? 咦? 這樣啊? 那我聞不上去 加油兩位同學 學業掌報 我是做銀行的 剛剛拔了也不夠兩年 現在收入到不夠三十 分五天 是不是每天都8個小時? 每天都OT 每天都OT? 每天多少個小時? 十個小時左右 如果1至5分的勤力 你覺得自己有多少分勤力? 當然5分 不夠三十 我剛才忘記了 是問他不夠三十k 還是不夠三十萬 今天的街訪 做完了 哇 終於黑了 我吃檸檬的次數 大概是我成功訪問到的 次數的五倍 甚至到六、七倍左右 不過這次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我不打算問情侶 平時街訪問情侶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互相都很想看看 自己的partner是怎樣回答的 但是這次因為問到月收入 我不知道情侶的關係去到哪裡 一會兒原來從來都不知道 被我問一問 知道了 我很怕會因為我的訪問 令到他們的感情 就決裂 所以這次無法問情侶 其實是難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在聽回來的勤力中 覺得到底他們的CP值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順功介紹呢 如果有更好的待遇的話 可以在留言給我 最多謝的其實就是 這次真的有八成的受訪者 都是認得我是誰 如果不是的話 我這條影片應該就出不了了 很多謝你們 我就祝你們全部升職加薪 平步清雲 你們是好好的人 讀書的就學業進步了 真的很多謝你們 我每個星期都有一條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了 想知道我拍片的話 就可以加入會員 就當是一個月請我吃半餐飯左右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拜拜 OK 想問一下你們 一個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我們是學生 都可以的 零用錢呢 零用錢 一個星期五百元 一個月一千五元 你們覺得夠不夠 其實不是很夠 對我來說 有沒有什麼想跟你老闆說 呃 其實 呃 其實 沒有 OK的了 多謝你們 OK的 OK的 拜拜 他應該是有的 其實 但是他應該不是很敢說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 一些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組成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是你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Ig大學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一個這麼多年以來 存在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 我自己也有很多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按鈴 播名 多謝 拜拜